这四种女人最容易上当受骗,当心坏男人遇到 一,私恋的女人 刚刚私恋的女性最容易被男人骗 有些女人一旦私恋就容易走入极端 面对私恋,女性比男人陷得更深更久 女性会长时间困在私恋的招责地里无法抽身 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男子送上甜言蜜语 或许是虚情假意的拥抱 这个时期的女人是很容易被感动的 这个时期,男子通常会趁虚而入 彻底让女性无法回绝 所以对于刚私恋不久的女性 一定要慎重地对待下一段恋情 不要被别有用心的男子钻了空子 二,自卑的女人 这种类型的女性因为内心有些自卑 可能这些女性比较肥胖、丑陋 或者语言表达能力差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有自卑感的女性 这个时候如果有男性对其抱有好感接近时 如果男性经常在其耳边低语说 我就是喜欢你的这些缺点 那么自卑的女性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 从而轻易上当受骗 三,刚出校门没有社会阅历的女孩 刚走出校门的女孩 无论生活习惯还是人际交往都比较稚嫩 都还是延续校园那种两小无猜的男女关系中 无论眼界还是为人处事都很青涩稚嫩 她们满脑子都是学校里那种青涩的爱情 她们不知道手上社会之后的感情完全不同的 只要男人稍微耍点心机就能收买女孩的芳心 因此这类女孩应慎重选择感情 四,胸大无脑没有心眼的女孩 这些女人往往都比较愚蠢 比较轻浮且没有什么心眼 她们利用自身条件去吸引一心的注意 往往会被那些顽固少爷或者街头小混混叮住 男人的几句花言巧语就可以轻易地将她们骗上床